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QBOX的環節 在這個環節內會為大家介紹精選場次的Q位置 希望大家可以互穿或一膽三腳 希望命中了 上次那條真的夠極熱 陸續光芒 搭氣勢 加應掌聲 太熱了 三大碼頭走入三甲 原來都不太好 早知選美麗同享的場合 起碼有神苦龍區好分點 喜歡位置Q 不過那天開什麼都熱滿 似乎都比較難介紹 這次菊草又不同 有些冷腳可以介紹給大家 還沒說之前 記得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還有 右下角這個位置會有四星龍珠 按下去 記得按下鐘仔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然後在其他片頭片尾 左上角這個位置都會看到IG story 到時可以開跑前半個小時 按我IG頭像都會看到即日提供 好了 講下今次的精選場次給大家 看看有什麼膽和腳 或者四隻互穿會好一點 其中一隻當然是美麗緣份 大家在五間馬經看到 至於心花放 其實也是主要對手 轉了倉之後 這些馬可以反映回了評分 甚至越過去最高位63分都可以 要連接 背多7磅都未必難到它 始終它都是慢步速追上來 完全不能跟之前那些馬比 雖然是同一隻馬 至於龍東傳城這隻馬 上次有少少反步速趨勢 輸給心花放 因為前前後後的馬全部都是後上的 只有它一隻可以在前面頂回來 雖然沒有什麼騎錯 但你會記住這些馬 其實都是六歲 在兩勝這個路程都有它的專長 不要漏掉它 至於最後那隻 上次潘頓 別說它 抽12檔也不想 漏這麼厚 走三碟也正常 因為12檔也沒有什麼好選擇 結果它在心花放的場 慢步速都真的衝上來 雖然你說贏不到戰鬥英雄不太厲害 不過兩隻差不多位衝線 所以都是理解的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胡穿這四隻 記得 拜拜 好 cerc 啦 OK But US